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和大家分享一些香港人在英国生活面对的一个大难题 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历 但越来越多香港人是遇到这种情况 说的是在英国怀孕产子 即是在这里生嬰儿 整个过程其实都有几多面对他们的压力 而且最主要就是生了出来之后面对的child care 的问题 今集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就是有一位作者 他自己自述他对英国的child care 的问题 尤其是在移民英国的港人会遇到的问题 详细讲之前先买个广告 如果你未订阅我的频道,请你按订阅那个键 按下旁边的链链,一个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 除了自己订阅,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今次港珠分享这篇文章 就是来自The Hong Kong Girl 我想是网络媒体 可以这样说 他们成立了不久 有一班跟香港有联系 或者关心香港的一些传媒人 他们成立的 听到名字都会觉得有点像 The New Yorker 其实是的 因为他们都说他们的概念是源自The New Yorker 如果大家都想看一些以英文去写的 一些以香港视野去看 不同话题的一些传媒 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媒体 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只是一个读者 我看到他们有一篇文章我直接推介 大家都可能有兴趣 里面的文章质素都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Pregnant and Screwed 即是先华人 然后就糟糕了 如果我说得逐点 就是糟糕了 他就说 一个香港人的第一身的看法 对于英国的抄期 来自姓吴的作者 我所知他以前是做传媒人 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媒体 也有他的报导 即是他做一个传媒人 现在他应该是做一些 传讯的工作 在伦敦那里 他自己就是在英国之后怀孕 所以他这篇分享 如果各位都是有意 或者已经在英国怀孕 或者已经生小朋友 可能都会应该知道 究竟在英国做一个香港人 在英港人 会面对多大的困难 生小朋友 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后问题是 之后的抄期 原来都很难安排 都很难搞的 先讲讲这个作者的背景 他就是说 在他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他已经是怀孕三十九周 可能这篇文章 现在说 专业大家分享的时候 说不定 他可能已经分辨了 也不奇怪 他就说 这个是一个 有少少 不是完全是 他的to do list 因为 他由香港来到伦敦两年前 这个不是他最 他最想 一定要做的 是很优先次序的事情 但是 某天他发现自己 好像有一些 害喜的现象 例如 他吃了一碗 橄榄 还有橄榄 另外有嘔 即象 他厌 真的有了 当然很开心 一切好像都很顺利 但是隔了一段时间 他有个朋友问他 你会不会开始考虑 child care 这个问题 当时这个作者就想 会不会太早呢 只不过 刚刚感觉到 那小朋友 在他的肚子里 踢他而已 然后他的朋友就说 不是要吓你 但是呢 我是怀孕的时候 已经开始找到 Nursery 即是那些叫 幽儿照料 幽儿所 或者托儿所 可以这样翻译 这个作者就说 他也看过一些新闻 关于英国 而和那个child care 有一些 crisis 他这样形容 可能是 觉得未必那么理想 但是呢 他完全没有想过 这个很严重 直到这一刻 他的朋友 和他提起这件事 因为他觉得 我始终都不在香港 是吧 照计 应该去照料一个小朋友 去养大一个小朋友 应该容易过在香港 是吧 但原来不是 第一个难关 他要面对的是 就是钱 在英国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Nursery 即是那些 我们叫托儿所 幼儿园那些 第一种Nanny 你找一个保姆去照顾 第三种child minder 就是child minder 就是一些个人的 个人的 他们自己 去帮你照顾 小朋友那种 那么 他就查个价钱 因为他在伦敦 这个child minder 是自顾的 他不是一个幼儿园那些 原来soka 是每个小时10磅 而且他只是找到最便宜的人 而Nanny 保姆 大约就是14磅 左右 而Nursery 托儿所 就是最贵的 也是最不能够负担 如果你找一个星期五日的 一个全职的 不是一天只放一两个小时 之后他可能要上班 如果全职的 是小朋友三岁以下的 要是每个月2000磅 他要给2000磅 这个Nursery 才可以放下小朋友 一个星期五日 是全职的 有人看着他 方便他可以去上班 如果你要early start 或者late finish 例如 你要 因为要上班 所以要早点放下小朋友 然后再去上班 然后放下小朋友 又要迟下小朋友 才接他 因为他可能 三点四点 如果你之后 可能六点才接他 这些就是 迟下小朋友 或者早点放下小朋友 这些就是每15分钟 另外要收15磅 即是 如果你早一个小朋友 放下小朋友 又要收多60磅 或者迟一个小朋友 把小朋友 接回来 你又是 要给60磅 每15分钟 就15磅 就像以前那些 打电话 每秒 每分钟 99磅 每分钟 一磅 而且还未计 食物 你要他有食物 在餐厅 又要再计算 但钱 都不是唯一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 就是很抢手 你肯给钱 都未必能保障 这个作者 他的经验就是 那个餐厅 跟他说 我们很受欢迎的 我们暂时 就未有两岁以下的小朋友的位置 要去到2025年1月 即要排到2025年1月 才可以接受你的小朋友 而且 要把他放在等待桌子上 你要付60磅 还是不能退款 是不能退款的 即是你放在等待桌子上 已经付60磅 而且 如果后来 你决定不光顾这件儿子 不能退还 而且这个答案 这个作者说 是个标准答案 他找个四间本地的Nursery 基本上 都是这样和他的回复 但同小异的 差别只是在于 有期的时间 可能不是2025年1月 可能早点或晚点 或者是Deposit 可能数额有点不同 大致上来说 就是这样的回复 即是你肯给钱 都要排队 还要给楼委费 不知道现在的香港 是否这个情况 不过可能 因为这位作者 他住在伦敦 是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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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会的数字 就是原来 在东南和东英格兰 都是属于比较贵的地方 伦敦贵的 另外东南和东英格兰 都是比较贵的 但如果你住在其他地方 会好少少 例如Yorkshire & Humbert 和North East 就是最低的价钱 这个就是 似乎他都已经询了 那些价钱 已经问了价 为什么这个作者 会觉得这件事 很难接受呢 另一个原因就是 比较贵的其他欧洲国家 例如他说 他有法国的朋友 都觉得英国 或者是伦敦 伦敦的价格 是非常之令人震惊的 例如 其中一个他的同事 他只是给每个月220元欧元 即是1,800多元港元 还有就是 摆他的两岁大小朋友 在巴黎 那里 摆托尔所 是巴黎 即是首都接近都贵的 和伦敦大家 首都与首都做比较 其中几个英国 不是英国 欧洲最大的 首都最出名的 大城市 来比较 竟然都会有些距离 原来 在其他地方的 child care cost 根据OECD 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所说 大约就应该只是一个夫妇 或者一对夫妇 他们的大约11% 他们的平均人工 即是平均数字 如果根据OECD 他们的会员国家的数字 而英国是四分之一 即是说 平均来说 一个夫妇 一对夫妇 他们用四分之一的 人工 摆到他们小朋友的child care 而其他国家全世界来说 平均只是一成多少少 没见到英国是零射季的 可能你会听过 英国政府有些资助 但现实就是 因为你是用BNO 这个签证来到英国的 而这一样东西 这个作者就说 他特意查过 那个政府支援的child care 是public funds 即是说 你是不能够拿到 这些资助 虽然 他这里也有点剩一剩 他就是说 你是BNO 来到英国 你都是要交税 跟其他英国一样 都是要新努工作 和交税 但是呢 你享用不到 这个政府资助 那没办法 签证条件就是这样的了 相反 如果你是一个英国的公民 或者你是永居了 你可以拿到每年 最多是2000磅 每个小朋友 去掌握他的 child mind 或者是其他 甚至after school club 都是可以 拿到的 但是没办法 享用不到 因为你作为BNO签证条件 别人还没得到 永居资格 就不行的 而至于 如果小朋友是三岁至四岁 父母 可以拿到最多 三十个小时的政府资助 而有些两岁大的小朋友 他们的父母在英格兰 都有可能会拿到十五个小时 每个星期的 这个都是 本身有的一些 可以拿到的一些资助 在今年九月开始 这个计划 会扩展到九个月至五岁 我记得这个是后津伟 财商 在他之前的财政预算案 就提出来的一件事 应该是去年秋季的预算案 有没有记错的话 他提出要将他去到九个月大 已经可以 拿到政府的资助 就有三十个小时 于是就可以释放了 父母出去工作 不需要在家照料着小朋友 提升英国整体的生产力 勞动力 但根据一个叫做 关注这些怀孕的 一些母亲的组织 叫Pregnant and Screwed 也是这些文章的标题 这个是Charity 他们的名字 就是说他们做过一个调查 数据分析 原来 整个申请过程很困难 首先要在网上申请 要拿到一个编码 才可以申请 但他就说 只有11%的父母 在这个计划推出时 在1月推出时 才能拿到 即是说 有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申请不到 或者拿不到 那是不是网上系统出了问题 还是要提交很多证明 要做很多文件 要填 这里没有说 但也不意外 坦白说 不是常常要唱水英国 不过 英国有时做这些文件 申请这个申请 那样 政府部门的东西 通常的效率 坦白说 都不是太高 所以不是太意外 我自己都会觉得 而另外再加上去的就是 就是 就算你有申请编码 你可以申请也好 其实那些家长 都未必知道 究竟哪一间 的Nursery 哪一个 的Childminder 是可以接受 因为他不一定接受 政府的资助 那个位置 他又不知道 透明度又不够高 你要找到哪一间 可以接受 这个资助 又不清楚 总之 简直说 很多很多东西 这篇文章还有说 其他的问题 包括就是说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 是某个数目 或者是 你的资产 是低过某个数目 还可以申请 另外一个的援助 如果你不是一个公民的话 照计香港人都可以申请到 但问题就是 门槛是很低的 譬如说 你是不能多过 16000磅 在银行那里 但是 那个吊诡的地方 就是这个 就是 这个作者 他有个朋友 姓谭 Carol Carol Tam 他就说 但是我们 由香港来英国的 BNO签证持有的人 你要证明自己 有个资产能力 所以 你是要 譬如说 其中一个方法去证明 你有财力 是可以英国居住 至少半年 就是你要看到 银行户口里 有某个数目的钱 就是说 这个情况之下 监问着 大部分香港人 银行户口的数目 都会多过 这个计划的门栏 就是说 大家都申请不到 这个政府的资助 即使你明明 你是符合其他资格 但是因为这个 卡住了 所以都是申请不到 另外一个支援 就叫 Child Benefit 就是类似额奶金 就是 你照顾小朋友 政府 会有资助给你的 这个 财商 也是已经提升了 金额 但是 因为香港人 是BNO Visa 所以 暂时享受不了 这种很棒的东西 刚才 这个作者提到 她的朋友 Carol Tam 就是 这位谭女士 我叫Carol 她在去年 生了个儿子 所以 她经历了 第一身的体验 所以 她和这位作者 分享了很多 她的故事 她说 现在真的很惨 她的朋友 很期待 到她小朋友 可以拿到免费的 Child Care 那时候 到最后 到三岁 以上 可以有每个星期 15小时 免费的 Child Care 这个就是由政府出钱 就算是BNO簽证的人 都有资格去拿 她的朋友 正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到时 他就可以 可以 不需要困住 不是说她不喜欢照顾小朋友 我想可以这么说 自己生出来小朋友 怎会不喜欢 问题就是 很困身 你什么都做不到 不一定要上班 甚至 令到你生活的时间 都很不够 香港可能好些 那些人经常说 有四大长老帮忙 很多香港都是这样 父母都是工作 小朋友就交给他们的 阿姨阿姨阿婆 去照顾 这是非常常见的 香港更加不要说 香港还有所谓的工人姐姐 但是有英国 很有可能 工人姐姐就一定没有 基本上 你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找到工人姐姐 而另外 四大长老未必在 很多 我相信很多都没有 有个别 会有带父母过来 但是为数不多 比例应该很少 所以 为什么 今集开头 就是对于 而英国来说 这个 在英国生小朋友 尤其是Child Care 方面 照顾小朋友方面 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这件事 跟香港比较 我们很公平地说 不是英国什么都好 香港是一定不好的 在香港 支援上 可能先天会更容易 因为有家人 朋友帮忙 另外 就是你本身也是香港的居民 那些 那些 任何政府的东西 你都可以享用到 反而在英国 因为你还未是永居 还未是Citizen 有很多的好处 有很多的支援 你都拿不到 这个是一个现实 如果移民来英国 然后打算在英国 生小朋友 这个是真的 需要想一想的一件事 这个是大家 不能备免的 所以今集特意和大家 分享这个话题 让大家了解到 其实在英国 生小朋友是有这个困难 相信有些 准备在英国 做父母的人 可能都在网上 看见过很多不同的分享 今次和大家 看多一个 就是这个 第一身的分享 看了很多数字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看了上面这么多数字 就是说 价钱很贵 轮流时间很长 港猪 就没有在英国 生小朋友 是我们带小朋友过来的 只不过经历过 那时候申请的伴侣 都要找 而且都不容易 因为不是间间有位 还有呢 他们都会接受有15个小时的免费 就是有政府资助 但是 15小时 如果你真的 父母都出去做事 两个夫妻都出去做事 其实都是不够的 你要自己再贴钱 才可以去做全职 其实结果都不便宜的 可能都要一个月 给多数百一千磅 都要视乎你几个小时 放在伴侣里 但是 如果你要去到全职 就算你扣了政府 15个小时 每个星期 15小时的免费 大约是几百至一千磅 在伦敦 港猪住在伦敦 基本上你都预计要付这个数目 今集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不知道各位观众和听众 你们有没有人 在英国已经或将会临盘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体验 究竟在英国做一个新的爸爸妈妈 新手的妈妈 或者你们是有生小孩的 找小孩是否很高难度呢 又或者除了找小孩之外 还有没有遇到其他困难呢 例如说 生之前的产检 那样东西 会不会都有些困难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多谢你收听和收听今集的节目 记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